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起落落才是人生 每个人都有人生的低谷 聪明的人把低谷当成起点 一次次出发就会走向高处 愚蠢的人把低谷当成床 躺下来再也不愿起来 每个人都要经历过一段苦苦煎熬的时光 熬过去的人出彩 熬不过的人出局 你会选择哪一种结局 最后你自己说了算 但还是建议你熬过去别趴下 一 有些事情注定无法改变 那就改变自己 人生总有过不去的坎 一个人不是无所不能的 很多时候要学会认输 认输不可怕 因为认输是认识自己的能力 知道驱离避害 以后可以换一种方式生活 换一条路走 只要心中有方向 走歪歪扭扭的路也不怕 因为越往前走越接近目标 总有人看你不惯 还偏偏比你强大 你斗不过他 那就别以卵及时了 你可以躲开他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跑 保全实力不是坏处 等你来日变强大了 再来反抗 其实你真正强大了 就不会反抗了 因为真正强大的人 都学会了包容 而不是蛮不讲理的 正强好胜 人生路上 还有很多的事情 都无法改变 比方说过去的事情 打自然的力量 注定无缘的爱情等等 学会改变自己吧 心情顺了 看什么都顺了 哭哭煎熬的日子 也会很顺 二 哭是没有用 哭过了 还要自己擦干泪水 继续熬 伤心了 熬不住了 就躲在一边流泪 或者 当着很多人的面流泪 都不可耻 一个人熬太久 会情绪爆发 以泪洗面 也是可以理解的 哭了不是坏事 是坏情绪发泄了 发泄过后就好转了 一个人什么都憋在心里 反而会扛不住 人生就会崩塌 但是你要想清楚 哭了别指望谁同情你 不要等谁给你擦眼泪 因为世上真正在乎你的人不多 你等来的多半是失望 你熬不住的时候 自己擦眼泪 然后说 加油 一切都会过去的 真正的强者 是寒泪奔跑的人 希望你也是这样 流泪 但不放弃 泪眼朦胧之中 希望就在前方 三 人生落魄的时候 需要折腾 但不要瞎折腾 当你煎熬的时候 人生是落魄的 是处于低谷的 因此你要折腾 别停下来 折腾就像一个人在水里游泳 手脚并用 就浮出了水面 拍打出了水花 不折腾 就是放弃了运动 慢慢沉下去 后果不敢想象 人要折腾 但别瞎折腾 如果你方向都没有搞清楚 可能让自己往更低的地方 滑下去 比方说 你都没有想好怎么创业 就到处借钱 结果钱花完了 还是一事无成 负债更多了 人要学会思考 洞察人生的机遇 并抓住机遇 当机遇没有来的时候 你就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 要知道 优秀的人 机遇更多 手的云开 见月明 你别太急 冲动是魔鬼 慢慢来 保持正确的方向 每一步都是 铿锵有力的 四 痛苦是最大的财富 真的不必感觉太难受 痛了苦了 伤了 你就真正成熟了 不经一事 不长一智 听别人说再多的人生经验 不如自己经历一次 当然 有些经历是不可以去尝试的 因为第一次尝试 毁掉一生 比方说 吸毒 赌博 偷盗等 做人要有道德和法律底线 突破不得 痛苦是一笔财富 你看看 身上的伤疤 结痂了 后来就变成了最硬的地方 伤疤会告诉你 以前经历过了什么 真正人生留痕 那些肌肤水嫩 说话娇声娇气 做事 年轻怕重的人 一旦遇到挫折 比那些伤痕累累的人 更落魄 也许一辈子都无法重新来过了 因此 你痛苦的时候 就要转一个弯 看看痛苦的背后 藏着幸福 痛苦的人生里 总是有一个出口 熬过去 就闯出了 人生的幸福之路 五 累了可以休息 但不可以放弃 一个人不能太拼命 真的累了就休息 要懂得爱惜身体 别把身体熬垮了 否则身体垮了 一切都垮了 累了休息 歇一口气 别急于求成 一个人不可以急功近利 而是要循序渐进 走得太快 摔得越狠 走得稳 才会走得远 宁静致远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你歇一会儿 然后继续抒发 别歇一辈子 很多人 在煎熬的过程中放弃了 真的安于现状了 其实 你放弃的时候 和成功就差一点点了 你都已经奋斗了那么久了 这时候放弃 太可惜了 真的 六 人穷没有关系 就怕心穷 你要学会自己发光 人穷 但不能穷骨气 人穷了 亲戚朋友看不起 没有关系 因为你可以靠自己 当你的人生有起色的时候 会遇到帮助你的人 因为别人觉得 你不是烂泥巴 虎不上墙 还是值得拉一把 人生最大的贵人 其实是你自己 一个人宁愿流汗 不流泪 汗水是最好的养分 可以催生理想之花 慢慢绽放 泪水是卑微的 是别人看不起的 因此你流泪了 要迅速抹去 别让别人看笑话 人生是可以自带光芒的 煎熬的时候 人生处于黑暗之中 但你要相信 再长的黑夜 也会迎来黎明 你的努力 会让自己 啄啄放光 可以点亮脚下的路 以上这些话 送给正在煎熬的你 也许不能带来财富 但可以改变心态 心态好 啥都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